第一个问题 什么时候认识彼此的 详细描述一下当时的过程 其实我俩第一次认识就是在 几年前 几年 19年 是吗 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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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会儿我还没出道 我们俩就认识 实际上那点是17年我就认识 17年年末 嗯 可是我17年刚进团 我17年那个时候 17年11月 对啊 我进团团 你就认识我了 对啊 嘿嘿 你后来你不直接亮相了一次 没有那是18年才亮的相 18 真的18年3月份亮的相 马上6周年 金曲 你亮相了 对啊 金曲是3月份的事情 2月份的事情 在那之前我就跟你认识了 在那之前就是忘记 具体是年末还年初了 就是17了 什么时候成为默契十足的最佳拍档 什么时候觉得对方在你的心里不一样 你一定要说最佳拍档的话 肯定是最佳拍档开始 因为以前都没越词 对对 非要说这词的话 肯定是在这个活动来开始的 嗯 但是我们两个成为这个 就生活上的最佳拍档的话 已经很久了 嗯 而且 说有默契的话 应该也很难说了 就相处久了 竟然就会有默契 用一句走心的话 形容你眼中的对方 走心的话 形容眼前对方 贤惠 你贤我还是我贤惠你啊 贤惠你啊 我贤惠 这是普通的 不是说他干家务 什么什么这些东西 那是什么意思 很难评价这个词 就反正我觉得你是贤惠 那我 就比如说出气和拿着出手 哎呦 这话就有点变态 哎呀就是拿着出手呀 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 是这样的 拿着出手是不是 漂亮 随便你怎么想吧 这是一个拍放性的画的 那我给你写 我相信觉得你拿着出手 然后就是上得平堂下得出 那确实 还有就是很善良感性 用一个词来描述对方的性格 感性 我希望你的性格的话 就是活泼 怎么了 我找了两个问号 听活泼的 你现在一直像愤怒的小鸟 要对你稻子 因为今天不是想这拍 第一次拍综艺嘛 就比较兴奋 希望就是多说出一些内容 然后一直都是一个麻雀 想跟你一起玩很开心啊 其实我还是很触摸的 其实我是个爱人来的 假如你们现在角色互换了 最想为对方做的 和最想让对方为你做的事情 分别是什么 狂做家务 那我也是狂打扫卫生 为自己做的 为对方做的 为对方做的 吃个果盘 我希望你也帮我吃个果盘 我现在好想吃水果 你们两位谁更理性 谁更感性呢 我跟理性 我跟理性 其实我们两个差不多了 分不同情况 有时候他特别理性 有时候我特别理性 对这次旅行有哪些憧憬 事先做了什么攻略 事先一个人做什么攻略 我只做了那种美食攻略 就想着吃新疆的好吃的 希望品尝到哪些美食 烤咸羊 确实 但是我最近 修理了就什么都不能吃 那你想吃什么 我想吃 我想吃 好吃的 那个 酸奶酪 对 希望体验哪些特色游玩效果 特色游玩效果 其实我觉得 那种我们没玩过的 比较细情都行 这边特色的话 就是滑雪 但是我们 很久之前滑过一次雪 但是我们当时在初级赛道 练习赛道 就是 那个滑的 就是像平地一样滑 假如本次旅游 是你们自己制定出游计划 最想去的城市和景点是什么 那我觉得应该我们也会来和朋友一定 其实如果我们俩自己去旅游 我们可能会出国 对吧 因为我们之前本来想出国 想去新西兰 芬兰 也南极 都是我们想去的 如果自己的话 可能想着去更远一点的地方 嗯